朝鲜动不动就威胁日本 再嘚瑟我就灭了你们 面对美国更是直接抨击 真是有那种人很话不多 不服咱就渴那种霸气 那么朝鲜对待我们中国的态度 又是什么样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 朝鲜对待我们中国的态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历 谢谢 第一个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 其实无论从历史角度 还是近现代来讲 中国对于朝鲜的帮助 非常非常巨大 如果当时没有我们志愿军 战士巡航枪跨过洋楼江 开启抗美援朝的序幕 也没有现在的朝鲜 或者说 现在的朝鲜早已经被美国所控制 这个恩情 无论如何 也是报答不完的 如同再造 不仅如此 我们志愿军在停战以后 全心全意的又投入到朝鲜的建设当中 为朝鲜建设民宿 铁路 学校 医院 交通设施等等 一些基础设施 有的设施 甚至到现在仍然在使用 那么朝鲜战争可以说是 宗朝友谊的纪念碑 那么就是这样的申请友谊 朝鲜对待我们中国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说下 第二个 朝鲜对中国的态度 当然了 回悟整个历史 朝鲜的确没有忘记 中国对朝鲜的帮助 在朝鲜平安南道 快仓郡修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领域 以此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每年都会有朝鲜的官员 还有群众进行怀念的活动 就在今年那个10月25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也亲自到了毛岸英之墓 还献上花圈 向这位中国革命的烈士 表示深深的敬意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 宝贵牺牲的精神 将永远铭记在朝鲜人民的心中 当时金正恩非常感慨的说 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女 永远报名参加朝鲜人民祖国解放战争 已经过去了7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为争取朝鲜祖国解放战争 伟大的个胜利 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不管岁月流逝 世代交替 朝宗两国的军队和人民 把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同生命共命运 用自己的鲜血争取到了伟大的胜利 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朝鲜国家层面 非常尊重中国 这是我厚非的 那么朝鲜人 又是如何看待我们中国的呢 我们说下第三章 朝鲜如何看待中国的 中国的发展让世界非常注目 尤其作为朝鲜的精英 更是对中国充满了向往 与朝鲜封闭落后来讲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尤其是来中国留学的朝鲜留学生 他们目睹了咱们中国的变化 比如说便捷的生活方式 甚至上大街 现在都不用带现金了 这点让朝鲜留学生非常非常羡慕 很多朝鲜留学生和这个工人 来到中国以后呢 甚至都不想再回到了朝鲜 就连他们引以为傲的朝鲜首都平壤 在我们国家随便一个县级城市 狗匹平壤繁华 那么来到朝鲜的中国经营 可谓啊是大开眼界了 中国的发展与朝鲜呢 之间形成了非常巨大的鸿沟 其实朝鲜对中国的印象 从靠美元朝以后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并且一直保持到如今 可能啊除了感激之后 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中国的尊敬和佩服 虽然说留学到中国 这个朝鲜留学生 非常喜欢留在中国 但是他们也必须回到朝鲜 在回到朝鲜以后呢 不自觉的又成为了宣传中国的活招牌 吸引了更多的朝鲜人来了解中国 对于中国人民产生了非常大的好感 所以说总得来看 尤其2000年以后 朝鲜人民对于中国 中国人民看法是非常尊敬 友好积极的 所以说中朝关系也应该在两国人民的 在共同努力和见证下 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视频完整理于网络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好 今天风格八点半 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